有台湾朋友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孩子要出国留学 他很害怕孩子遇到粉红 是这样处理的 在国外呢 不管他是语言攻击 还是就是人身攻击 或者甚至打起来 他都是构成犯罪的 在这里会管的 不像在亚洲可能劝个假什么的 根本没人管 这里只要你报警警察是要管的 在这里如果说有一些流浪汉 他赖在一些私人区域不走的话 店家不用自己敢报警就行了 警察是这些事是必须要管的 加拿大的警察跟美国的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孩子遇到粉红的话 你就直接报警就行了 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话 你就要找老师去举报 老师必须得管的 一般如果他只是在网上给你的孩子发信息什么的 如果他是那种骚扰性的信息 学校是可以给他处分的 如果他直接走过来对你道好大叫 说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什么的 你只要报警 他算骚扰 他肯定是要被取消加拿大的临时身份的 就算不取消他留下案底 他肯定是以后影响他申请永居的 他既然来了 他肯定是要留学或者是要工作的 如果他还是粉红的话 他申请不到永居 对他影响是非常大的 拿不到学位也是钱都浪费了 所以就是只要有粉红骚扰你 你要么到学校举报 要么就是报警是会管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